神是以我们能成为的人来看待我们 那我们要怎样成为那样的人呢? 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不断犯错的话呢? 我们每天都面对各种选择 为了帮助我们做好的决定 神给予我们诫命 不要把诫命当作一长串阻碍我们的规则 相反的,每一项诫命都是一盏明灯 这些明灯为我们照亮出生活中最好的道路 让我们能够避免那些让我们不快乐的事物 但是我们并不完美 有时也会忽视神的道路 让自己陷入黑暗之中 那是一种很孤独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悔改的机会 那与罪恶感无关 而是向神祈求帮助 毕竟祂爱我们 事实上因为祂的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和过错偿付了代价 我们能够体会这世上最快乐的感觉 宽恕 宽恕耀眼的光芒 能让我们错误的阴影消失 对神而言 就像那些事从未发生过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